白 卷心菜投手 白卡里面能生五階的一共就杀子物 坚果五階变魔法师马 豌豆射手变大豌豆马 这么看还是卷心菜投手 生五階是白卡最值得的 五階后卷心菜投手非常实用 打操勒和刷图都不错 阳光少伤害足 就是没法打无尽 绿 西瓜投手 绿卡就完全是没法选 最后矮子里划高个随便选了个代表 绿卡中能生五階的更少 一共就两 三重射手和西瓜投手 三重射手变元素豌豆感觉很鸡肋 虽然西瓜投手也不太强 但相对好那么一丢丢 蓝大嘴花 从蓝卡开始就有用得多了 毕竟我还纠结了好久呢 是菜味生五階 是元素豌豆射手 还是大嘴花 最后还是选择了大嘴花 不是说元素豌豆不需要 主要是大嘴花生五階是质变 每五階之前 大嘴花在无尽就是鸡肋 而元素豌豆则不然 三階就能很好使用了 五階后的大嘴花放飞自我 来一个脱一双痛快 子 电击蓝莓 紫卡植物能升五階的不少 什么你说猕猴桃 那是变质不是质变好吗 镀音提升秒杀比例 也不是不能选 不过最后我依然选择了电击蓝莓 毕竟提升实在大 从高级单体伤害 变成了高级实质全体伤害 这中间的区别 不用我细说了吧 成 山圣爆破手 成卡里生五階巨大提升的植物挺多 不过咱先再次量出名号 无尽一哥 能得到这个称号的根本原因在于 五階后山圣爆破手才能致变 和大嘴花一样 五階前的山圣甚至更不堪 没人会拿它当输出植物 直到五階后 三种随机蛋 特别是无气蛋 宋桑圣问鼎皇冠 本期的五色系植物盘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持续关注小萨的游戏视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明镜 明镜